好 接下來這個氣象趴趴GO 淑莉來到台中風園 這麼美麗的河岸風光是在哪裡呢 請淑莉告訴我們囉 哈囉 文華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淑莉氣象趴趴GO 來到台中風園的軟皮仔西 你知道嗎 今天這天氣叫做星石多雲 這雨啊 早上的時候 梳莉整個傻眼 因為居然台中下雨耶 天啊 可是你看看 現在陽光出來了 灑落在我的臉龐 而且今天我來到軟皮仔西 想說 你看 我們台中風園這裡 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一條溪啊 說實在這河岸的風光啊 你現在看到了 真的不舒服 又冷耶 而且你看喔 遠方望去還有我們啊 這個惠文高中的 輕艇隊在這邊練習啊 說到這軟皮仔西呢 我相信啊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跟我一樣 我沒有來這裡之前 我沒有什麼叫軟皮仔西 又不是什麼軟皮糖啊 還是什麼火啊 其實風園就有我們這條溪 而且這裡就是我們的 葫蘆墩公園家的水域 說到要介紹這一條溪的整次 當然要請出專家 我們的水利局正工程師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廖工程師啊 你跟我們說 為什麼 聽說我們這個鷹櫃 不會輸在炒水溝嗎 是… 這個鷹櫃 它以前就是一個大的排水溝 是 然後它就是來排水 但是它的水質不好 因為我們一般的那個生物污水 都會排進來 那我們還把這些污水給截流 然後送到那個我們的水質 處理設施那邊 處理完之後再放流 所以現在可以看得到 現在的水質是相當的好 而且之前我們還有做過那個檢測 它的RPI值就是1.5 就是屬於未受污染等級 是相當好的一種水質 所以你看現在已經變成 大家的一個可以在這邊訓練蜻蜓 當然不定時這邊 會有一些水上活動 但是平常開放大家 上這個水裡面去活動嗎 沒有 我們這個其實是可以提供一個 不定期的舉辦一些活動 例如也可以讓 舉辦活動的時候 讓民眾來體驗這個獨木舟 也可以讓心靈選手 來這邊做一些練習 是… 消防演練等等這樣子 對 所以平常其實大家來 我覺得這裡的風景 還有這裡的氛圍 我覺得大家 像你早上來到這邊運動 散步 其實我覺得就好愜意 這邊打造成一個 類似像這種水都花園的感覺 對 這裡會讓妳的 水暗花園 也很舒服 也很舒服 療癒的一個水域空間 對 說到的療癒 真是更療癒對不對 而且我們的風源 素有高炳之鄉之稱 所以聽說這邊一定要買的 伴手禮說是鹹鹹兩顆了 對 所以真的喔 對啊 大家都說 這些鹹鹹兩顆 很出名你知道嗎 一定要吃 所以我們的老闆讓你吃掉的 好 沒關係... 老闆好 現在這個菜的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最出名的鹹蛋糕 你的鹹鹹兩顆是怎麼鹹鹹在哪裡 我們的蛋糕就是用 鬆軟的戚風蛋糕的做法 然後中間夾著那個 用綠竹籽還有香菇 還有那個油蔥酥爆香的餡料 用美乃滋把它黏在一起 是改良的做法 我是聽不到的 鹹鹹兩顆在底包綠竹筍 還有香菇 還有油蔥酥 是我們傳統的小吃的口味 我認真鹹鹹兩顆 應該是包肉粗的 結果不是喔 綠竹筍 而且你看它中間厚厚的一層 我要吃 這樣你就拿來吃 可以這樣嗎 對 很高的小吃 鄭工程師 謝謝… 你一定要吃 我要吃 難怪大家都說來到我們鳳丸 除了我們的力道棚 還有我們的一些太陽餅 現在因為花博 快要開始了 所有的業者發展 除了我們這個花博餅 可是人家說 這道你一定不能錯過 你錯過這一位 就代表你沒有來過公園 真的有綠竹筍 對啊 大家好沒有聽到 這不膩耶 不膩 而且還有我最愛的瓦鞭 我告訴你 我們還有其他人在等我們 我邊吃你的鹹蛋糕 我邊邊 好特別喔 包的綠竹筍 跟香菇的鹹蛋糕耶 非常好 我們的農會 早安 早安 現在這個季節到了秋天 然後在時令上 蘇利都跟著季節走 來到楓原 我第一個問農會說 妳們現在的水果是什麼 她就跟我們說這個 現在最順暢的就是我們的碰甘 碰甘喔 我們楓原的碰甘 就是品質好到 可以行銷到東南亞 是華人年節送禮的最佳選擇 是喔 妳的碰甘 蘇利要不要嚐一下 我已經要了 來... 現在的碰甘不會痠啊 不會 碰甘就是酸酸甜甜的滋味 就有點像戀愛的滋味嗎 是 現在的碰甘居然水那麼多喔 對 而且有一個乾脆的天然的香味 沒錯 碰甘就是酸甜的酸甜 而且你看我們的碰甘 還發展出了這個法式軟糖 農會現在也要歐式 也要法式對不對 要迎合現在的消費口味 很可愛的感覺 當然喔 說到了糕餅 你看 我 妳好 妳是西湖喔 對 這西湖怎麼這麼年輕啊 妳喔 妳看看妳的形形色色的這個餅 當然這是我們傳統的太陽餅 而且還有得到冠軍的太陽餅 可是這個五顏六色 跟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這個五顏六色是我們 就是響應這次花博駐庭的糕餅 對 所以綠色這些是用什麼元素做的呢 薑黃嗎 對 這個然後還有用 紅麴 對 綠茶 對 上面的花的樣子 這是什麼花啊 這個是雕 菊花的一種 你看看 還有這是我們的吉祥物食虎對不對 說實在這都是我們最棒的伴手禮 當然喔 來來來來 來這邊 水乾了對不對 沒沒沒 水乾 來來來 溫綺 溫綺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做會坐 來來來 溫綺是我的好朋友 他的車 你看這台車 哇塞 那個雙耶 超可愛 像你都在哪裡賣了嗎 在台中市區 到處跑 到處跑 如果大家要追蹤 溫綺這一台餐車 我跟你說 上你的什麼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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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知道嗎 今天我跟你說 九瓶吃那麼多 我嘴巴的 他的咖啡超好喝 我跟你說 而且還有這個鬆餅對不對 對 鬆餅脆脆的 而且它這裡也有鳳梨酥 對 我們的鳳梨酥 還有黑色鳳梨酥 你有看過嗎 對 我不看過 不看對不對 黑磚鳳梨酥 對 而且都是用土鳳梨做的 沒有錯 一顆鳳梨 來 工程師來 你有看過今天超級幸福的嗎 對啊 我一直很想在這邊 這麼療癒的地方 這麼漂亮的地方喝 所以你整治了這一條水域 你就要找它 好 如果有它在的話 我告訴你 哇 人潮啊 對不對 好了 就在這麼療癒的早晨 陽光灑落 我們在這邊 坐在餐車前面 喝著咖啡 吃著鹹蛋糕 還有我們的飯糕 超棒 好幸福對不對 好啦 我們趕快來報氣一下 你有有興趣嗎 今天在市場有一點點涼冷 對啊 很涼嗎 很涼 超涼的 今天這邊低溫才15 低溫才19度而已 淡水的最低溫 來到了17.8度 而且今天早上的那一盆雨 都搞我嚇死 怎麼會下雨下到台中啊 我們趕快從這個雨量累積圖 你可以發現 今天其實當然主要的降雨 還是集中在北部東北部 可是因為整個水氣帶有一點難移啊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 目前氣象局還是發布了 豪雨特報 那提醒的當然降雨熱區 還是在基隆北海岸啊 宜蘭啊 跟大台北山區這一側 只不過呢 從雷達回撥圖當中啊 告訴大家 為什麼今天包括南投有沒有 還有我們的台中啊 那有了一層啊 最主要就是因為東北季風 這東北季風帶下來涼的空氣 它是乾空氣 所以呢 整個水氣帶就有一點往南爺了 所以喔 你看雨過天晴啊 晴時多雲歐正雲 對不對 對 跟人的心情完全一模一樣 不過呢 我們從衛星雲圖啊 就要告訴您 今天啊 這天氣上來說 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南北大不同 你看中南部陽光露臉對不對 可是北部東半部就黑暗天啊 而且呢 局部地區雨還蠻大的 所以從雨區預報還是提醒您了 今天的降雨熱區主要還是在北台灣 尤其因封面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到宜蘭 今天局部還是會有大雨 甚至好雨發生的機會 當然了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來說 在河北到山邊時啊 北台灣請注意囉 雨就下到差不多禮拜六 你要不要開車到台北 好 到台中就看了 好啦 其實呢 禮拜天啊 就雨過天晴了 當然囉 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每天都陽光露臉 但是注意喔 我覺得啊 像中部跟南部地區 要注意的就是日夜溫差很大 你可能靠中島你有覺得暖嗎 對 也是早期的暖 高溫差不多呢 都將近30 31度 可是呢 低溫差不多只有20 19度而已 所以這日夜溫差幾乎呢 都有將近10度 甚至11度左右的溫差 那麼南台灣來說的話 當然也是日夜溫差大 不過南台灣更要注意的是 這種午後熱對流 這種午後短暫陣雨 在山區跟近山區也會比較明顯的 東半部因為是迎封面 所以沒有辦法 未來這幾天其實或多或少 風還是會有一些下雨的機會 當然宜蘭的雨又會比較明顯 不過禮拜天呢 其實天氣就會比較穩定了 所以呢 跟隨著淑莉的腳步 哇 今天我們來到豐原 誰沒有想到原來豐原是一個這麼好看 好玩 好吃的地方啊 所以跟隨著淑莉的腳步 我們水利局啊 正空城市里家 要告訴大家 現在呢 我們整個軟皮仔區 已經整醉得相當成功 對 也歡迎大家來這邊熱活一下 浪漫一下 走在河岸的兩旁 其實可以享受悠閒的時光 另外別忘了來到了豐原 帶個伴手禮巴 現在有許多的好漂亮的花火餅 有我們的鹹鹹兩根 再來追隨我們的溫馳 我們這台餐車 讓你逛台中遊峰園 時間交給文化了